今天我们游览过这个大都会博物馆 我是纽约的官方讲解员王颖 咱们说你们看到的呢 这个蓝色的河马 你们同学老师说有拍过 这个河马呢就叫做威廉 它是我们大都会博物馆的非官方的一个吉祥物 这个威廉河马呢 就是代表大都会的一个众物 它呢是在这个1910年呢被挖隔出来 到了1917年呢成为了大都会的藏品之一 那么关于这个河马 它有什么样的故事 那么这个古埃迪的这个彩头 它有代表什么样的含义 为什么是蓝色的 又为什么叫威廉 那这一些的故事呢 我们一会儿回到我们的工作室呢 会给大家讲解 谢谢大家 我们会继续 好了可以了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演播室啊 你们看到的呢 这个呢就是英国在1930年左右的呢 一个讽刺杂志叫Punch Punch Punch 这是一个呢英国的呢以漫画形式的呢 这么一个讽刺杂志 在他的1931年的3月18号呢 就有一个人 他当时呢是一位海军上尉 于是呢就登出了一篇文章 据说呢他家里呢就曾经收藏了一张呢 我们大都会博物馆这个埃及的这个蓝色的这个河马雕塑的他的一张彩图 于是呢在他家呢发生了一切的故事 而且呢这个故事呢还和我们前两天我们同学们一起游览 非常有关系啊 据说呢这个河马呢有一种神力 如果说他们要去的地方呢会有不顺利 这个河马呢会变出一份非常暴怒的表情 暗示他们不要去那个地方啊 如果呢这个河马的脸呢变得如果说开朗变得微笑起来了 那就说明呢他们的行程呢会一切顺利 所以说呢当时呢这个一家人呢就是说呢把这个故事呢就登到了这个咱们说呢这个杂志上 在同年呢大都会博物馆也就1931年正式回应了这个故事 说这个故事呢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所以说呢在那一年里的那一年里呢我们这个河马威廉啊 也就是威廉的名字啊 第一次呢就是被大都会和英国承认了 这是我们这头呢非常具有传奇历史 是我们现在呢大都会博物馆虽然说是非官方 但是是被所有人认为的官方吉项物的这个呢 动物彩桃的就是他的名字的出处了 这个呢就是威廉啊 威廉呢他是所以是蓝色的 主要呢认为尼罗河的河水呢是蓝色 威廉的身上呢画着呢都有莲花和荷叶这种植物 你可以看到荷叶 在威廉在1910年被发现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三条后腿呢 一个前腿和两条后腿呢都是被打断的啊 然后后来呢又是被大都会呢就是复原接上的 之所以打断呢有一种说法是认为呢 因为他是被放在棺材里的一个东西 认为呢不希望这个河马呢去伤害到 就是说这个死者的亡灵 就像我给同学们介绍的 这个亡灵呢要在阴间呢要走过很长很长的路啊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妖魔鬼怪 如果呢他没有这个荷鲁斯神的这个指引啊 就会就会遇到非常大的险情 而河马呢在这个咱们说埃及的历史上呢 也曾经是一种非常凶猛的生物 于是呢可能在这个威廉被放进去的时候 他呢有可能呢打断腿是一种习俗 意思就是说呢让这个亡灵在旅途中呢 减少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这个麻烦 威廉大概被制造出的年份呢 是大概在公元前1961年 也就是前二三三年左右 大概是一个什么历史状态呢 也就是呢我们中国呢 这个下朝的时间状态啊 但是他是在1910年被发现 在1917年呢进入到了大都会 到2017年呢威廉呢在大都会呢 就已经待了100年了 今年呢是2024年啊 所以说呢这个威廉呢 就是我们大都会的一个呢动物的象征啊 这个是我们有一次做这个 都是讨论的时候罕见的一个照片 给你们放开 因为这个是内部照片啊 一般你们看不到的 威廉图的呢是一种幼啊 威廉的本身呢 他是用沙子和一种呢 就是说呢这种氧化龟啊 他做成里面的石心的料 然后呢再去呢把这个龟呢 但是把这个幼料呢涂到外面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呢 是涂的是十分不均匀的 因为威廉做出的方法呢 是要先把它捏成一个藕 然后呢在这个捏完藕之后 让他这个藕身 在就是成一个泥团状的时候呢 要经过风干一阵子 然后再涂幼料 所以说呢 幼料在涂上它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是不均匀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呢 威廉的这个腹部啊 他上面的幼料就很少了啊 这是我们在有一次翻动 威廉的时候 特殊照的像 另外呢我们也给威廉呢 照过这个X光啊 你们看到威廉身上 就是说发紫色的地方 就是这个幼料比较重的地方 而呢如果没有发紫色呢 就说明这个幼料呢 是比较浅的 这眼你看到出呢 这就是涂色涂抹的不均匀 但是在X光下 你可以看到盛开的荷花和荷叶呢 是非常漂亮的 因为对于埃及人来说呢 这个荷花是一种特殊的食物 荷花呢有的时候会开 荷花有的时候会毙 这就是埃及人对生死的一个观念 他们认为呢 人的生死就是这样 一个时候会来生 一个时候会来死 但是呢都会像荷叶一样 圆圆满满 它会呢运转 所以呢不必去畏惧死亡 这个是为什么呢 埃及人做的这个像啊 什么的都是比较做 就是结实的一个道理 另外呢你可以看到呢 这些所谓的这些缝隙呢 就是我们在用X光照 威廉的时候呢 很多呢是我们当时后来呢 给他做修补时候用的 一些的幼料非常薄的地方呢 你看基本上都是透着光的 都是透着光的 另外说呢 咱们大都会不管呢 这个威廉有很多的亲属 其中一个呢 就是在缩巢纸上的亡灵书 你们经常会看到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呢 它是一个埃及的神灵 叫做阿木特 阿木特传说呢 是一种由这个 咱们说鳄鱼野猫 和这个咱们说呢 就是河马 三合为一的这么一种 比较怪的生物 他是活在呢 这个咱们说呢 这个埃及的神话故事中 他呢 叫做吞食者 即呢 埃及阴间的皇帝 阿努比斯 阿努比斯 他如果说出 做出来判决 如果这个人的灵魂不洁呢 就会被这个阿木特呢 给吃掉 所以阿木特呢 也是我们威廉的一个 堂兄弟了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的威廉呢 确实呢 还有一个小兄弟 那也在埃及馆 那这只咱们说 又是有什么故事呢 其实呢 咱们说这只小一点的 这只河马象呢 咱们说呢 他是另外一个人 非常重要的一个随身物品 那到底那个人 又是什么人呢 咱们呢 会来以后的节目呢 给大家讲解 我是纽约市的 官方讲解员王尹 我在这个大都会博物馆 做讲解 做研究呢 凡15年 那如果你想参加呢 我的大都会的这种 咱们说实地的团 您可以呢 在我的频道底下呢 就是说 来就是说 留下消息 感谢大家呢 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也预祝呢 我今年夏天 接的这几个学生团的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们 希望有 你们有一个非常完美的 这么一个夏天 如果有缘分 我们呢 下次再见 和各位观众也说呢 如果有缘分 我们会在实地考察中 也能够相见 好吧 这就是这一期 我们关于我们大都会博物馆里面 收藏的我们非官方的一个吉祥物 古埃及的这个彩陶啊 河马威廉的一个小故事 谢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